2024年是龙年 我这一生经历过 印象非常深刻的经历过几个龙年 1988年 2000年 2012年 那么即将 已经来到的 今年 88年是我出道的 是我做生意 正28年开始做生意 出道的 懵懵懂懂的 开始出道的 那么 那一年对我来讲 这个变化是非常大的了 那个时候来讲万元户的时候 我终于我实现了 一个月能挣一万块钱 哇 那个真的是 把身边所有的人都给惊呆了 那个时候 2000年 2000年也是我很跨越的一年 我从做电脑 PC机开始转入到网络 而且我2000年 正好呢 又是那个互联网泡沫 兴起和开始破灭的 那个转折的那一年 这个影响我太深了 那个时候呢 我当时还在做 硬件的 那个 那些硬盘啊 显示器啊 但是那个LG和三星进入中国嘛 1999年 99年他们进入中国了嘛 99年开始在中国开始 开始全国行销 然后后面开始做打印机 然后 紧接着我们就开始进入了 网络市场 就是网络的交换机啊 就24口 16口 8口 5口 交换机啊 可是呢 我两年后呢 我非常明智的选择做路由器 这个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个小故事 那个时候呢 我就发现 网络交换机 就是Hub 就这些东西呢 它已经是完全 进入了完全竞争状态 大家知道 每一个产品啊 它在市场上都有一个生命周期的 就市场进入期 成长期 繁荣期 然后开始衰退 那么呢 它在繁荣期之后呢 很快 它一旦它进入繁荣期的时候 大家都很挣钱 都很多人都来卖 需求也很 需求这个增量也是非常大的 这时候就很多人进入 进入之后 不论是厂家 还是经销商 代理商 分销商 厂商各种品牌 哇 那是一夜之间 像 我们这里有朋友如果做这一行呢 你们听我讲单年的故事 看我说的对不对 像那个网络交换机啊 就24口 16口 8口 5口 这种交换机啊 在那一年 在2000 2000到2002年之间 尤其是2002年的时候 它是一下子 一个一页可以冒出 100个品牌出来 那大家贴个牌就完了嘛 深圳就这么几个产家嘛 几个老牌啊 你说斯科 三抗嘛 华为 列手也开始出来了 对吧 然后 哎呀 哎呀 D-Link TP-Link 不知道多少牌子 紧接着呢 有几个厂商呢 就自己做 大家都找他贴个牌 都是我自己的品牌了 我真的一点都不夸张 一夜之间可以冒出几十个三百个品牌出来 那么在这种完全竞争市场的状况下 它就变成一种恶性竞争 完全竞争 它的代名词 事实上就是恶性竞争 恶性竞争到什么地步呢 以前一台交换机可以赚几百块 现在一台交换机卖几百块 你能挣五块钱 十块钱就OK了 甚至很多时候 有些人为了完成业绩 就等于说 产商品牌商给你压业绩 压任务嘛 你一个月一个季度 必须要销售到多少 没办法 亏本卖 亏本卖 年底给你的房点 补你的这个损失 为什么呢 它要维持客户啊 它要维持 维持它下面的经销商啊 维持它一些用户啊 那么在那个时候呢 我看到了一个 这个是一个蛮经典的案例 我可以真的可以跟大家好好分享一下 我当时呢就很迷茫 我说天哪 我刚进入这个网络交换机市场 怎么就是这么样的一个 就是恶性竞争的一个市场 我就干脆什么都不做了 反正公司那几个人 我就让他们 你们就这么卖吧 他们出什么价 只要亏了不超过十块钱 一台交换机哦 几百块钱哦 你只要不超过十块钱的亏本 你们就卖吧 怎么维持住这些客户 我干嘛呢 我就把我认识的那些朋友 也都同行了 我就没事就跑到他们那边去换 真无所事事的就这么换 因为我要去找灵感啊 我就挨家挨户啊 坐着去喝茶啊 去聊天啊 找不到灵感 我跟大家讲 真的一两个礼拜 是差不多应该就有一个月吧 我根本就找不到灵感 有一天呢 我去一个写字楼 我在等电梯的时候 我就看到一个广告 大家记住啊 2002年 也就是那一年 中国对唯一一次打进世界杯的那一天 我印象非常深刻 我就看到一个广告是什么呢 中国电信 那个时候推出ADSL ADSL呢 以前我们之前上网呢 是ISDN和专线 以及用电话线上网 那是又慢又贵 对不对 我当时一看ADSL 包月 我现在忘了是100块还是120块 但是就是这么一个价钱范围 我一下看到了三级 是个什么三级呢 大家想一想啊 那个时候的电脑了 因为我那个时候电脑 已经卖了十年了嘛 我太清楚这个电脑市场了 就是电脑的普及率 我是非常清楚了 电脑的 为什么后面去做这个显示器 和那个 和那个打印机呢 今天跟大家讲个案例 还是蛮有意思的 分享一下 我相信应该对 蛮多朋友应该是有帮助的 也是比较有趣的 我们当时去做显示器呢 是因为说 这个PCG最早呢 是我们已经国外的 那个品牌机 那个时候呢 开始我们叫 叫什么 就是自己组装电脑 那个市场开始起来了 所以说显示器的量 就起来了嘛 你每台电脑 你必须一个主板 一个 一个主板 一个CPU 一个硬盘 一个显卡 一个显示器 然后极客电源 键盘 对吧 这一块我是太熟了 完了十年了 对吧 那那个时候起来了 我们认为显示器 是有市场的 好 品牌电脑和组装电脑 出了这个市场 普及 就PC的真正的普及 已经开始了 已经开始普及到家庭了 我们得到一个数据 海外的发达国家 比如像美国 平均十台电脑 是有五个打印机配合的 那么中国这个打印机呢 肯定这个市场是非常 就普及率是非常低的 就这种配比啊 PC机和打印机的配比啊 它是非常低的 可能可能二十台电脑 配一台打印机 那你想想 你这个市场空间有多大 对吧 PC机不仅有纯量 而且有增量市场 它就造成了 打印机这个增量市场 是一定非常大的 这就是就这么简单的一个逻辑 这我们扯远了 我们回来讲 我看到ADSL包月 我灵关一闪 我说OK 你ADSL包月就意味着什么呢 大家上网 价格下来了 那么呢 大家都 这个上网的需求是非常大的 那个时候正好是互联网泡沫嘛 对吧 因为我平时也上网嘛 我从九几年开始我就上网嘛 那个时候我们用电话线 还买了一个什么上网卡 就是那个 电话的那个拨号的 我怎么好苦逼 然后牛逼一点去申请ISDN 年纪大了 从事这个行业的 听我这一说 我就会勾起你们的回忆了 我说的这些 那想想ADSL包月它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说公司都会来去上网了 而且那个时候互联网已经开始逐步替代Fax 就是那个传真机 对吧 已经开始替代传真机了 一步一步 好 你发email嘛 替代传真机了嘛 那个时候开始 我就 我就看好了一个市场 就是路由器市场 现在大家家家户户 每家每户都有 都有那个路由器嘛 就是这种小型的路由器 不是这个企业级的路由器 我回去就开会 我说好了 但是我这个资源也有 深圳这边 深圳上海这边的资源我很多嘛 我说好了 全公司 什么 所有人的精力 全部给我 压住 压住 真的是压住 全部 公司所有的业务 95% 全部压住 压在哪里 压在路由器市场 同时 我 搞一个网卡 我自己的品牌 为什么 因为当年有很多PCG啊 他没有网卡 那么呢 如果你要想上网的话 你通过路由器上网的话 你必须得有一个网卡 所以说他们要增加网卡 增加路由器 存量市场 他已经摆在那里了 只不过是由于上网太贵了 网数太慢了 现在 网数起来了 价钱也下来了 100块钱包月 反正不是100就120 我现在记不住了啊 那么这个市场 一定是会非常蓬勃 当时路由器 只有谁要呢 只有一些企业 和网吧 要这个路由器 我跟大家说 我在公司开会 我跟大家说 你们相信我 全力以赴 这个市场会非常非常大 而且增量是非常非常非常惊人的 路由器和网卡 果不出我所料 给大家分享一个 这么一个 我 这个2000年之后的这个 我跟他讲 本来讲农年啊 我跟他分享这个 这个 这个案例呢 包括1988年的 这个案例呢 我跟大家讲这个呢 其实就是想告诉大家 农年之后 它是会有一个很大的变化 这个市场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这弦学的范畴 我不知道为什么 可是呢 现在呢 又是什么流火 离火九韵 是一个更大的一个变化的一年 2024年是一个 反正大家可以等着瞧 从2024开始 这个世界 或者说在很多行业 它是会有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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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巨变 非常剧烈的变化 这个呢 我们从历史的经验里面呢 和我们的经历里面呢 我们是都可以看得到的 所以说呢 在这个时候呢 我们真的千万不要乱动 好好的观察 好好的体会 市场的 它的脉动 就好像我跟大家讲 我们从这个完全 恶性竞争的 这个当时的这种市场环境里面 我是如何来转变过来的 我是如何来选择这个 我们公司的一个业务方向的 那么在2024年 我为什么要离开这个 纳斯维加斯 也是这个道理 我 我已经 就说 凭我的经验 我知道 它一定 接下来是会有一个 天翻地覆的一个变化 我不知道是在哪里 也许是在AI 但总之 互联网和AI这一块 那肯定是一个大方向 可是 你真正要找到 你自己走的那条路 是在哪里 我们不知道 所以说 你必须要融入这个市场 我对我自己说 你必须要融入这个市场 然后 你去体验 你去观察 你去了解 这就是我跟大家讲 2024年 你为什么不要去赌了 因为如果去赌的话呢 我们上一集 我们就讲了赌博的这个问题 你赌的话 你会变成什么呢 你会变成一个 一不小心成为一个 上头的这个病态赌徒 然后呢 对你的这个资金影响 对你的这个 社会关系的影响 甚至家庭的一些影响 这些影响呢 它大多数 99%都是负面的 因为除非你赢了大钱 对吧 因为正常的话 如果你输了钱呢 或者说 或者说你没有输钱 可是你在上面费了很多精力 耽误了你很多精力 也又耽误了你很多社会关系 你的一些业务关系 一旦真正的机会 被你看到了 你可能因为资金问题 社会关系问题 行业的 一些合作伙伴的关系 它影响了你真正的 这个 说直白一点 真正的一个发财的机会 那这个是非常非常的得不禅失的 这个得不禅失 我们再来比较一下 也就是说你赌博 你并不能发大财 尤其是现在这种 AI的这种状况下 那么赌博一不小心的 还让你输一个大钱 那这个大钱一输 我们刚才讲的 就是说对你的各方面的影响 最后造成的 你原本是在这个农年呢 你会有一个比较好的 一个开端的 他一下给你搞砸 给你把整个这个生态环境 就你的整个这个业务生态 你的这个人际关系生态 你的资金生态 你全部都给你搞砸了 而且我要特别要讲的就是说 如果去赌博 他把你 我前面讲的你的各种生态 给你搞砸的概率是很高的 那所以就为什么说我劝大家 2024开始 你不要赌了 你不要赌了 就是这个原因 你一定要赌的话 来咱们一起来搞个团队 咱们一个月两个月 我们 我们平时 我们可以在线 来训练 来来来来交流 就是 当然了他用粤语时间 你们如果生意特别忙的话 那然后我们组成一个团队 我们说我们定期 飞到哪是我一家市 飞到哪个州的哪家赌场 我们来团队合作 干一票 跟打劫一样的 大家看那个电影里面打劫的 当然了 都是编撰的 但是我觉得他也合理的 你看 各路高手分布在世界各地 然后一旦他们接了一个什么项目 就是要去偷什么东西 要去 比如说 一个很值钱的名画 一个很值钱的珠宝 你看 或者是甚至是 帮那个机构去偷情报 或者去救人 你看他们是全世界 马上聚集在一起 一个团队分工 拿计划 对不对 然后怎么执行 我的想法就是这样的 就是说 我组成一个这样的一个团队 这个团队 平时就是虚拟的 他可能分身在世界各地的 可是定期呢 我们就可以来 就跟那个电影里面打劫一样的 这是一种乐趣啊 而且他的成功率比较高啊 那我们就 这个我们就玩起来就比较开心了 那可是呢 他同时呢 又不耽误你 一个真正的 一个人生的发财的机遇 我们讲的龙岭的一个天翻地覆的变化 也许 也许啊 2024年不一定看到到 可能 2025 2026 他一定要变得 大概率变得 AI现在已经我们看到了这个苗头了嘛 只是AI这块到底是怎么应用 到底是在这里面是怎么挣钱 到底是哪一块适合我的 我们现在还看不到嘛 可是 大方向已经是明明确确的 就好像 大江往东流 这个 这个长江的水往东流 你看得明明白白的嘛 所以说我给大家 今天就是扯一扯 我对龙年的 一个看法 我以前在龙年的一些经历 以及 眼下我们可以看得到的 龙年的未来的一个变化 同时呢 我们要 避开 尤其是要 忌讳一些东西 最大的忌讳 就是去赌博 赌博我已经定义了 好 感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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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感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